海關今天在案情簡貝會上表示 從兩名入境男子的行李中 首出約7萬4千粒華爾COVID口服藥 市值約700萬元 有兩名男子被捕 他們分別是43級40歲 報稱成衣傷人 海關不排除兩人為了走私藥物 用上述身份驗識 海關根據線報 昨天在機場入境通道 截察一名由印度來港的男子 在他四箱寄倉行李中 發現約有2,100盒華爾COVID口服藥 其後一名同行男子也被海關拘捕 見不到任何的香港註冊編號 我們相信這一批的藥物 是未經註冊的 因此它的安全、效能、質素 都是誠意和不會獲得任何的保證 兩名被捕人士將被控未根據 並按照入口許可證輸入禁運物品 以及管有第一步毒藥罪 明天將於九龍城裁判法院提堂 海關表示 這是自2020年以來 在機場破獲最大宗的走私藥物案 海關又指 涉案藥物將會交由政府化驗所檢驗 以瞭解當中是否含有治療COVID的成份 經驗